餐厅小哥正忙着给眼前的美女调情 就在此时 门外传来几声喇叭声 警戒着就是 碰碰碰 警方赶到时已是天亮 一辆跑车 一辆吉普 一辆运轮胎的货车 三车连环相撞 三名司机当场死亡 轮胎碎片散落一地 跑车司机叫做丹尼 他的案底一大堆 包括盗窃和入室抢劫 吉普车司机是命20岁的大学生 他因为酒驾加上没有吸安全带 直接被甩出去老远 脑壳都被甩崩了 接下来便是货车司机 他也在车祸中当场毙命 这就是一期简单的车祸案 可罗素却在现场发现了一颗大脑 三名司机的脑袋都很完整 那么这颗多出的大脑又是谁的 三加一等于四 这就有意思了 难道现场还有第四名死者 罗素刚回到警局 宝贝儿子就叫老爸告状来了 原来儿子是大学的篮球后卫 他抱怨自己紧紧迟到了一环环 教练就取消了他的参赛资格 凯拉罗素的儿子也挺叛逆的 剧情再次回到开头的车祸案 警方在跑车司机的后备箱里 发现了一个保温箱 里面有一小块大脑组织 原来现场那颗来历不明的大脑 是跑车司机运送的货物 车里还有管制药物枪烤铜 以及一个沾满灰尘的翘棍 装着翘棍的包包里 满是黄色的灰尘 有大脑就一定会有实体 可跑车的后备箱空空如也 只有一颗17号的橄榄球 画出这颗球怎么看怎么诡异 实验室内 还是去用电脑模拟的车祸画面 还很贴心地为车祸配了音 当时的情况应该是这样的 丹尼驾驶的跑车 先是撞上了货车 然后又撞上了吉普 车祸撞开了后备箱里的保温箱 里面的大脑也随之飞出去老远 总之这个跑车司机丹尼 就是破案的关键 丹尼是个瘾君子 他的胃里有很多胃消化完的鸡块 也就是说 他生前四个小时吃过炸鸡 不过老法医说 丹尼早在车祸发生前 就已经死了 他的真正死因是滥用药物 造成的器官衰竭 摩根将那颗来历不明的大脑 放上了电子秤 这颗大脑中1500克 而普通女性的大脑只有1300克 也就是说 这颗大脑的主人是命男性 切口精准 技术娴熟 操刀的可能是个医生 综上所述 这颗大脑可能是黑市上流通的器官 罗素收到消息 在过去的24个小时内 赌城一共有两颗大脑被转运 一颗的主人叫做巴比特 是个77岁的老年痴呆患者 另一颗大脑的主人叫做瑞安 他是自我了断而死 他的大脑被送去 圣巴斯蒂安的医院做研究工作 但是两颗大脑都按时被送到了目的地 于是线索再一次被中断 就在此时 C姐接到了新的案子 赌城停市房发生了盗窃案 一米美国大兵的头盖骨被切砍 大脑被偷走了 头一次听说来厌市房偷大脑的 这一上午的案子竟围绕着脑子了 警方总觉得两起案子之间一定有什么联系 冰柜上有一些黄色粉末 与跑车司机丹尼敲棍上的粉末相同 是丹尼偷走了尸体的大脑 然后又出了车祸 可经过DNA比对 车祸现场的那颗大脑 不属于这具被盗的尸体 那么问题来了 丹尼为什么要来停市房偷脑子 这具尸体的大脑如今在哪里 车祸现场的那颗无名大脑又属于谁 显然丹尼在盗取这颗大脑之后 又把尸体的大脑掉包成了那颗无名大脑 然后才发生了车祸 通过丹尼的消费记录 得知他在车祸发生前的三个小时 去一家餐厅吃过炸鸡 于是警方调出了餐厅的监控 只见丹尼当时 与一名开着沃尔沃的司机交换了保温箱 也就说大脑是在那时候被掉包的 如今停市房的那颗大脑 正在沃尔沃司机的手里 通过追查车牌号 得知沃尔沃司机是一名叫做汉森的医生 在通过诊疗记录 莎拉同时也确认了无名大脑的主人叫做瑞安 是一名44岁的拳击手 她在一天前寻短剑 重担身亡 瑞安的妻子说 她的丈夫是一名拳击手 多次的脑震荡 让丈夫患上了创伤性脑炎 丈夫在脑炎的折磨下变得暴躁 一言不合就家暴 这让夫妻两个都饱受痛苦 妻子哭着说 丈夫不惜用饮单的方式结束痛苦 还让教练把她的大脑捐给汉森医生做研究 夫妻俩还有个年轻的儿子 儿子听着音乐吊儿铃铛 父亲经常家暴 儿子对他的死表现得非常冷漠 这让部署隐隐察觉出了一丝不对劲 想要追查瑞安的大脑 为什么会出现在车祸现场 就必须要找到运送大脑的汉森医生 可等他们找到医生时 却发现医生已经死在了自己的车里 他的太阳穴被一颗子弹贯穿 角度微微上扬 法医在他的车里同样找到一颗大脑 经过鉴定 这颗大脑真是停尸房丢失的那颗 众人做出推测 瑞安得了慢性脑炎 于是想把大脑捐给汉森医生 确认自己患病的事实 显然跑车司机不想让这个事实被公布出来 于是去停尸房偷了一颗新鲜又健康的大脑 患走了瑞安有病的大脑 然后杀死了汉森医生 让一切真相失神大海 那么跑车司机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究竟是受何人之识 哈士奇检测了跑车司机敲棍上的黄色粉末 里面还混合了五种精油 这是一种健身房特供的华石粉 小葛上网查询了大脑主人瑞安的资料 他是一名非常优秀的拳击手 从业务年创下了52胜九负的长胜记录 而跑车司机丹尼就是他曾经的对手之一 也就是说丹尼与死者早就认识 他们两个甚至共用同一个教练 教练叫做比尔 他手底下的拳击手得了慢性创伤性脑炎 这对比尔的职业生涯非常的不利 那么会不会是他指使丹尼杀死了医生 吊爆了瑞安的大脑 只为隐瞒瑞安患上脑炎的秘密 一二年轻有危 手底下有很多拳击手 他打拼了二十多年 才换来如今的成就 瑞安死后 这是他联系医生摘除了大脑 并帮忙料理了后事 瑞安也好 丹尼也罢 包括医生 三命死者都是教练的旧相识 显然他无法独占其身 可他非说对这场离奇的患脑案毫不知情 调查报告显示 瑞安是死于自我了断 可他的伤口却没有火药残留物 寻短剑一般都是性举例枪击 怎么会没有火药残留呢 部署和罗素认定 瑞安死得蹊跷 这分明就是谋杀现场 这起案子太复杂了 让我来帮大家捋一捋 一天前 拳击手瑞安莫名其妙死在了自己家里 他的健身教练帮忙联系医生 切除了瑞安大脑送去医学院 想要确认他是否有创伤性脑炎 没想到这颗大脑在半路被丹妮截胡 他从医生的手中 用一具尸体的健康大脑 吊爆了瑞安有病的大脑 然后杀了医生灭口 最后丹妮也在运送大脑的途中 因为滥用药物发生了车祸 哈士奇为瑞安的大脑做了切片 从他的大脑中检测到了2G甲色胺 这是一种止痛类精神药物 也是全机赛明定禁止的药物 原来教练常年给瑞安和丹妮 提供这2G甲色胺 导致二人都对药物上瘾 留下了严重的后遇症 不止如此 教练还与瑞安的妻子有染 难道是妻子在与瑞安的争执中 开枪杀死了丈夫 然后打电话让教练帮忙处理现场 根据瑞安申请的医院 他有创伤性脑炎 他死后会把大脑捐给医院做研究 教练不希望医院从瑞安的大脑中 浅测出2G甲色胺 于是买同了丹妮和医生 在路上掉爆了大脑 最后又杀了医生灭口 可这些都是警方的推测 他们没有任何证据 还记得丹妮后备箱里 那可写着17号的橄榄球吗 为什么一个药物成瘾的前任拳击手 会带这个橄榄球到处跑 莫非这个球里有什么玄机 尼克拆开了橄榄球 只见里面塞满了2G甲色胺 小葛在药物上提取到了指纹 经过比对 这些药物正是来自教练比尔 警方申请了搜查令 从教练的家中搜到了手枪 经过弹道测试 这把枪正是将医生灭口的凶器 证据确凿 教练承认自己只是医生和丹妮掉包 并杀死医生的事实 不过他不承认瑞安的死和自己有关 事实上他说与不说意义都不大 瑞安因为脑炎常年家暴 警方早就认定杀死瑞安的就是他的妻子 案件了结 部署试图安慰瑞安的儿子 父亲死了 母亲成了杀人凶手 孩子才是最大的受害者 可没想到这时候 儿子却说出了一个更惊人的事实 在他的记忆中 父亲就没有温和的时候 父亲家暴不是因为脑炎 而是暴力精英作祟 母子俩从小受尽了瑞安的虐待 那天晚上 瑞安发现了妻子与教练苟和的事实 他又开始暴力殴打母亲 儿子很想保护母亲 原来是儿子杀了父亲 那是他这一辈子做过最猖快的事情 不说是个好人 只可惜他没有拦住 耿直的孩子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这集故事涉及的人物太多了 案件也曲折复杂 我已经很尽力理清案件脉络了 不知各位有没有听懂 这集没有什么让人耳熟能想的熟面孔 唯一稍有知名度的客串 便是教练的扮演者维克多·维波斯特 维波斯特1973年出生于加拿大 曾在高分美剧《犯罪心理》中 试验一个到处骗人 骗到最后连自己的名字身份都不记得的诈骗犯 2012年他在科幻剧《超越时间线》中 饰演女主瑞秋的搭档卡洛斯 2008年 维波斯特来到中国 主演了中美合拍的纪录片 《李克汉森龙之星》 这部电影根据加拿大著名运动员 李克汉森的真实故事改变 维波斯特在电影中又轮椅待步 登上了中国的长城 我是可乐 感谢您的收看 您的支持就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谢谢大家